躺在那個檢查床上 可是人看起來就很常 把他抱著肚子這樣 然後一下翻左邊 一下翻右邊 一天都坐起來 就看起來就是真的 就是剛剛王醫師講的 坐立馬那種感覺 然後就去問他說 你最近怎麼樣 他就說 他一開始是覺得 後面腰有點悶悶的痠痛 然後因為他本身是在工地做出工的 所以他就以為可能是拉散 或什麼跑去看了中醫 那中醫也給了他藥部 跟一些中藥回去吃 結果吃了幾天感覺都沒有改善 他就覺得好像越來越不舒服 結果甚至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漸漸蔓延到他 然後到他來掛急診 天天早上是 開始有很強烈的噁心感 然後還吐 那家人就跟他講說 你又肚子痛 然後又吐 你這樣會不會是腸胃炎 要不要趕快去急診 打個點滴這樣 然後這時候一聽就覺得不對啊 腸胃炎就算肚子再怎麼不舒服 頂多可能就是你要吐 或者是拉之前會腳痛 可是他不會說 痛到你整個人在那邊翻來翻去 好像什麼姿勢都不舒服 都沒有辦法緩解那個疼痛的感覺 後來我就問他說 你除了那個腰痠 跟你最近肚子痛然後吐以外 有沒有其他症狀 你再想一下 他就說 好像有覺得那個尿看起來 比較有一點紅色 但他以為是吃中藥的關係 所以他就沒有特別注意 那我就說 你小便會不會有一點不舒服 他想一下說 好像有耶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應該不是什麼腸胃炎或是藥拉傷 這個大概就是尿入結石造成的 那一開始那個酸酸的感覺 是因為石頭真的在比較上端的時候 其實症狀都不明顯 可是當它隨著尿被排下來 就是如果石頭比較小 它是有機會往下掉的 它刮到那個酥尿管上皮的時候 就會開始造成那種很疼痛的感覺 那甚至如果說 就是後面腎臟已經水腫 然後有一些腎與腎炎之類的 甚至就會有一些吐啊 或者是那種噁心的感覺都跑出來 我兒子今年夏天的時候 就突然 就突然 那小孩子指甲變黑 我們就會想說 他可能就是 門被夾到或什麼 不理他 然後呢 因為他就是紙肉 在家裡都玩什麼的 都不玩 就想說指甲被夾到 他也沒哭也沒喊通 那就算了 然後再過了一個禮拜 看到本來是食指友 然後中子的指甲也變黑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這樣子會不會是黴菌感染 就是有可能灰指甲 或是什麼小朋友的 然後我們就幫他擦一點 那個家裡面的黴菌的藥 就過了 過了大概也是一個禮拜 完全沒有效 因為這兩隻手的指甲 他從根部開始翻起來 就開始脫落了 就開始 然後指甲開始變得很粗糙 那我們想說 那擦藥沒有用 我們就帶去給皮膚科醫生看 第一個皮膚科醫生看一看 他也說 這好像就是灰指甲吧 那你也拿黴菌的藥回去擦一下 那我就想說 那可能醫生開的藥比較有用 然後拿回家擦了之後 還是沒有效 因為我兒子另外一隻手的中指的指甲 也開始 就指部 根部也開始 空掉了 就整個都快要掀起來 然後他原本第一隻呢 已經指甲半仙不仙了 一半黏在指肉上 一半已經翻起來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醫生的藥我們就繼續擦 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然後有一次呢 他這個半仙不仙的指甲 就在他脫衣服的時候 整塊指甲被掀開了 那會痛嗎 他大 整個大哭 他就血肉 這邊有血肉 然後我這邊就是有那個照片 這個就是他 食指就是他指甲 指甲整個被掀開的那個 的那個指肉 然後呢 他剛 他剛發作的時候 其實就像這樣子 就是根部開始就是灰灰的 然後空掉 中指是這樣 然後到最後呢 兩隻指甲是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子 好可憐 這樣已經是在擦黴菌的藥之後了 他的指甲還是變成這樣 而且指甲是凹凸 凹凸不平的 然後後來我又再帶他去看了 另外一家的皮膚科醫生 然後那個皮膚科醫生 就用那個放大鏡 因為也是一個很有名的 神醫等級的皮膚科醫生 他就 他就用放大鏡看了一下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這是腸病毒的後遺症 他說腸病毒的後遺症 是指甲會脫落 那我們完全沒有聽過 然後那醫生就說 因為最新型的那個變種的 腸病毒有一型 會讓小孩子的指甲脫落 他說有些小孩子嚴重到是 20個指甲全部都掉光 我就想說 可是你知道我兒子的腸病毒 是夏天 夏天得的 就是五六月那時候得的 我帶去看皮膚科醫生的時候 早就已經過了兩三個月了 他指甲才這樣 你完全不會聯想到那是 之前得過腸病毒的 後來新的醫生看到是腸病毒之後 他就是開肋固醇 他就完全不是開梅菌的藥 他就是擦肋固醇 擦指甲的邊緣跟根部 然後擦了肋固醇之後呢 因為兒子指甲本來是這樣 青青黑黑的嘛 擦了肋固醇之後就的確有改善 就是比較光滑 比較光滑一點 然後恢復了那個血色 脂肉的那個血色 但是醫生說因為這個病毒很強啦 所以小朋友的那個指甲 要恢復到完全本來很光滑 很健康的樣子 至少要一年以上 這麼久喔 但是你就覺得那醫生好深 你怎麼知道我兒子 就兩個月前有得過腸病毒 他也沒有問你 他就直接說 這是腸病毒的後遺症 就還蠻妙的 你現在只要講出那家 那個醫生叫什麼病毒 他明天門診就會爆亮 神秘科神秘啊 那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才三十幾歲 那他是一個電腦的工程師 對 那他 就是說他在十幾年前學生時代 因為其實也很多人做過 鏡射雷射手術 那手術後他其實恢復都很好 所以他這十幾年來 不管是開車工作 就是視力其實都很清楚 那也很方便 可是呢他最近大概一兩年 他覺得他視力明顯的變差 那他一開始呢他去看眼科的時候 眼科醫師都覺得他可能是工作壓力太大 就是有點神經質 那就一直跟他說 你就是要休息啊 然後不要過度工作 因為工程師嘛 他們常常會熬夜啊 然後看的東西又都是3C產品 可是他發現他視力真的越來越差 那每次去量度數 就是大概隔兩三個月 就會多個50到100度 那第一年過去之後呢 他其實看了很多很多的眼科醫師 可是每一個都跟他說 你就是太累了要多休息 那可是他後來發現他沒辦法開車了 因為他大概已經到300度 所以他只好去配眼鏡 那配了眼鏡之後呢 他發現接下來的半年 他的度數不但增加越快 而且越來越模糊 他大概每隔一兩個月 就會多一兩百度 對 所以他到隔半年後 他度數已經跑到六七百度 對 然後他想說他真的太累了 他就是提早要退休 所以他後來就跟他太太 去合開那個生機飲食 然後想說不然我從吃的下手 然後每天早睡早起 不要依賴3C產品看不會好 可是他發現接下來的半年 更嚴重 他每一個月度數大概跑兩三百度 哇塞 所以他到來門診找我的時候 一兩已經就是 度數到快兩千度 就是增加很多 對 那因為我聽他描述 其實我都還沒有看 我就說你這個有可能是 早發性白內臟 他說怎麼可能 我才三十幾歲 對 然後我就說 那不然我們來做檢查 那就幫他瞳孔放大做檢查 結果果然他就是那個 白內臟早發型的 那因為水晶體它會膨脹嘛 核心型白內臟 就有點像突透鏡的效應 所以它膨脹之後趨率增加 就會檢查起來 就變成高度的近視 那這種突發性 他如果沒有從事那個工作 會發病嗎 也有可能 因為他本身 在做雷射之前就一千多度 所以其實像我們這幾年 以前像如果 我早期大概可能十幾年前 我們在開白內臟 像這樣的病人可能 兩三個月來一個 可是現在幾乎是 每個禮拜來好幾個 就是要送手 所以還是有影響 還是有影響 看手機才是問題 只是讓你更快 沒錯 對不對 他就早發生病 早早發生 做雷射近視手術有關嗎 沒有關 他其實是跟他本身高度近視 因為高度近視 就算你雷射開完 你的眼球本身後面的 四網膜就是比較薄 那高度近視的其中一個 併發症就是早發型白內臟 還好現在醫療很進步 所以白內臟當然就是 它是可以 根治的 你只要治療之後 你就度數視力是可以揮存 還好是可以根治 還好 我是有一個朋友 他之前就跟我們說他脖子 因為這個狀況 聽完之後我覺得很神奇以外 然後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是他脖子好像就是 轉不太過去 然後我們就覺得 那應該是落枕 但落枕通常就是一邊 然後或是 可能休息個兩三天之後就會好 結果那次他兩三天之後 沒有好 反而是兩邊都不能轉 結果他這個症狀持續了好幾天 好像一個月了吧 一兩個月了 然後我們去檢查 然後那醫生看了他之後 就很嚴肅的問他說 嗯 你這樣是不是你的肩膀也跟著有痠痛 他說對啊 我肩膀有痠痛 那你是不是整個身體都非常的僵硬 就不自然 他說對 結果那醫生就說 心臟有痠痛 心臟有痠痛 脖子耶 跟心臟有關 所以我不懂到底為什麼 但是後來去檢查 真的就是 有嚴重的心肌不疼 然後最後也做了心導管的治療 殘痛 除了後面好像心臟真的還滿慘的 正常來說 如果真的是心肌梗塞等等那些的 他所謂的痛 大部分是前腥痛到後腿 而且那種真的是 真的是很痛的那種痛 而且心電圖上面大部分都會有一些變化 看得到出來 如果真的說有時候肩頸痠痛就馬上診斷 他是心臟問題 果然是神醫 是神醫 我不認識好多神醫 我最近聽到一個就是 主述也覺得還滿特別的是 他跟我說的是兩邊的下面 腋下痛 但後來也是心肌梗塞 對 腋下 後來解答 對 一開始的時候是腋下痛 所以其實有時候這種 還是要比較小心一點 如果你真的就是治療都不會好 還是要想到這個問題 而且年紀越大的人 他發生心肌梗塞的症狀 越不典型 越年輕越典型 越老越不典型 可能老人家只是說肚子痛而已 肚子痛他越來越喘 一檢查就是心肌梗塞 然後有人就只是肩膀痛 就肩膀痛 然後他就說這邊就痠得不得了 一檢查就是心肌梗塞 然後你說很典型的胸口痛 冒冷汗的 那個大部分都還是那種 五六十歲的人 那種喝酒的 突然很典型發作 整個血管完全阻斷的 那種才會是典型的心肌梗塞的發作 症狀全都現 醫師太有把握 結果鬧笑話了 第一個案例是這樣 有一個年輕的女生 她平常就是 洗澡都是蠻快的 可能工作蠻都很快 也沒有特別 有一天她突然就是慢慢洗 然後都摸 吸摸 都摸 吸摸 她自己會孕部突然 摸到有一些突起物 她就奇怪 越摸 越奇怪 然後現在就開始 然後還就浮現說 是不是人家說的菜話 還是什麼 很緊張 她就自己偷偷跑去看婦產科醫師 那第一次她看到一個可能比較年輕的醫生 那可能經驗也不太夠 然後可能就看一看 就跟 她就說醫師我這次是菜花 她就看一看看 看了很久也摸不著頭緒說 嗯 應該是 然後她回去了 她就有點生氣 就心思問最後問老公說 你是不是在外面亂搞 是不是害我得了這個病 那老公就明明就說 我很無辜啊 明明我沒事 明明就很乖啊 那她說好 那我們去找另外一個醫師看一下 那後來就跑來我們這邊門診 那我把他看一看之後 後來檢查 的確是很像 可是我看一看又奇怪又跟圖譜上又 因為正常的菜花是有點像花椰菜 她的突起物又不太像 那我說我們再追蹤一下下好了 不要太緊張 因為之前我們也遇到類似的案例嘛 然後她就隔了真的一個多月後 再回著 果然就不是 那後來她就有點生氣 說之前怎麼這樣 我說不會啦 說你沒事最好 那第二個案例就是比較特殊 就是前面看得有點怪 我們後面看也看得不太對 她就是一個 大概50歲的一個婦人 然後她在外面檢查 然後就是有 然後年紀各方面等等都像 外面就跟她講說 你這個可能就是 那她後來就被轉診到我們大醫院過來 那我們透過這樣檢查 整個檢查 我們心裡大概講說八九成應該也是 然後家屬其實病人自己也覺得 從前面醫生後面醫生這樣判斷 她也真的很緊張 回去都已經跟家裡的小孩講說 要交代一些事情了 怎樣的 然後結果我們就開刀開進去 就一進去有點傻眼 腹水吸一吸 結果發現腹腔很多突起物等等的 後來我們就還好我們只共就沒有拿掉 所以我們覺得怪怪的 我們就跟家屬解釋做了一部分的切片 然後一個禮拜後出來了 結果是結核桿菌 結核桿菌 對 就是結核桿菌 這個就無線上都有 結果還好就是 後來我們就轉到橄欖科 做了一些抗結核治療之後就好了 以前幫病人做這個結紮手術 做完之後過一年她老婆懷孕 再走 她一來 你如果馬上就說 那就是你老婆亂搞 那不再慘了 因為我們有遇到過就是 對啊 就是兩千萬分之一 她又接回去啊 結紮完還會衝出來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有啊 兩千萬分之一 活力很好 自己接回去 對 所以你說這種 這種我們在遇到這一類病患 真的要先做完檢查才能 不能夠直接說 對啊 你也太討厭了這樣 你先擺病患器又擺越好 對啊 我後來因為 就是有做一些微整型嘛 醫美 那我們這個微整型 打針的時候最怕 目前看起來這十幾年下來 看起來最怕是會打到血管 那玻尿酸那一類填充劑 如果你打到血管 可能會造成 皮膚潰爛 或者是造成 失明 甚至有中風的潰 這麼危險 對啊 我本來不想講這些 我很怕大家不來 要找對醫師打 技術很重要 但是是真的 就是說如果你打到血管 然後你沒有發現 你繼續打 它的確會造成滿嚴重的 對 那這個東西 其實這大概七八年來 大家才慢慢累積經驗 那個時候大概十年前 那時候書上 還沒有聊這些東西 沒有提到這一塊 大家沒有這一塊的經驗 但是因為我們有看過一些案例 大概學會裡面有一些討論 然後到了 我們只知道說如果打到血管會反白 那時候我們會的大概就知道 會很痛 然後會反白 你知道嗎 那我去大陸參觀 那時候我也是第一次去大陸 我去大陸參觀一個醫院 然後就一個醫生 這個醫生就陪著我看 我一看 一個病人坐在那邊 我一看我說 他整個鼻子都白掉了 我想說 我的媽呀 那他這個 鼻子一定是打到血管 我想說 然後我趕快問那個醫生說 那個病人是打鼻子嗎 他說對啊 我說他說應該是吧 然後我說 哇那他鼻子都白掉了 那他這個鼻子應該打到血管 這很嚴重的 這要馬上處理 不然這鼻子要爛掉了 他一聽他也嚇壞 他想說哇 台灣專家來這邊參訪 馬上幫他找出一個 找出毛病 交出毛病 他真的 哇我們兩個 然後我說 他要衝過去找病 我說不行不行 我們先討論好 怎麼 不要嚇到你 對你不能直接 就跟別人說不好意思 你鼻子要爛掉了 就這麼想 太可惜白了吧 不能接受啊 所以我就說趕快你們先 就是看你們打多少啊 打什麼位置 然後劑量怎麼樣 好然後 而且那時候因為 大家經驗不太夠 所以怎麼處理 大家也不太懂 然後後來就是 他說我去叫那個 那個護理人員過來 然後護理人員過來 我就說那個鼻子怎麼樣 他說 沒有啊 這鼻子麻藥有加那個 腎上腺素啊 好 這個大家一聽就知道 因為腎上腺素打下去 鼻子會變白 那個皮膚會變白 那為什麼要加腎上腺素 他讓血管收縮比較不容易出現 對 而且他一講完 他說你看那一排 真的整排全部都是白 每一個人都是白 但是我第一看到我真的嚇壞 我就到大陸看了第一個人 然後就是這樣 我真的嚇死了 我真的有很多人 我有很多人都在這裡 那我也無敵的 那些人都在這裡